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人生之中节目 这个节目啊 是一个比较长的节目 有多长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过去已经我们做了很多棋 而且呢 揭开了很多人 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但是未必了解他的人生的背景 比如很多人都认为 所以胡平吧 四川人 其实他是河南人 走进河南 那就是在四川出生的 不对 其实他是北州出生的 你看胡平吧 后面那个平就是北平的意思 我们现在做到哪里了呢 我现在也忘了 但是呢 这个节目上一次在播出的时候 我记得好几位网友的内信 他的内信 这些内信也写得很简短 为什么简短呢 发出的是一个感客 这种感客就是他们也是北大的 只不过是他们是九十年代 或者是最近二十一世纪在读北大的人 他们觉得 哦 原来北大是这样子的 原来北大还出过这样的人才啊 原来北大还可以这样读书啊 原来北大还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思想啊 原来再发一份感客就是说 这个北大已经一句不复反了 其实啊 在我采访胡平先生的节目中间啊 那还只是他进入北京大学以后 自由散漫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呢 真正的精彩还在后面 今天我们也讲的就是比较精彩 而且讲解的比较精彩吧 我还吓一跳 1980年 1980年啊 已经是历史了 是啊 历史了 我们以为 快四十年了 对啊 不是快四十年 对啊 三十九年了 三十九年啊 很恐怖 我们那个时候啊 八十年的时候经常讲 讲一句话 我们会再创作历史 有没有创作历史不知道 但是好像我们已经生活在历史之中了 对 有时候真的有一点爷爷跟孙子讲故事的味道了 哎 让人感慨 是让人感慨 对 那么胡平那个时候是读的研究生 然后自由散漫啊 主要的时间是泡在图书馆 然后也结交了一些 他当年在四川的生活不可能结交的这些 各路人物 各路殷勤豪杰 你看 那个时候我们的和平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大的变化 对吧 只是那个时候显得像一个知识小青年 对吧 那么在八十年的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段记忆 这种记忆就是很多人鼓励啊 你去参加各大党 你去与党 很多人鼓励啊 你去进行体制内的各种变化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体制外和体制内的这种说法 嗯 是不是啊 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北会 以兴 好像什么时候都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 选人大代表 要是换在今天啊 可能没几个人有兴趣了 嗯 因为今天已经知道 选项人民代表没有 是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 居然在北京大学 出现了一个 人民代表的 代表的这么一个选举 而且选举的人 参与者 那不仅是扶贫 还有一些豪杰人物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今天又请到扶贫先生了 欢迎你来了 谢谢 我们继续来展开你的回忆 也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你是怎么进入到 这么一个场景中间 就怎么会选择代表呢 嗯 那是1980年 当时新通过的选举法 比以前有了两条重要的改变 第一条呢 就是说 每个公民 只要有一人提名 三人复役 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其中也包括毛随自建 你自己提名 有三人复役 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这样子就这个 犯宽了 这个成为候选人的这个这个门槛 另外一条呢 他还规定的 就是在选举过程中 这个竞选的人 候选人可以自己宣传自己 这就等于为所谓竞选 开了绿灯 那我们知道以前的选举 包括区域人民代表的选举 那都是领导提名 对 然后没有任何宣传 会等到是贴一篇 告示出来 介绍这个人的一些背景 那就算完 那么 在80内的选举法 做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修改 那当时呢 一些报纸上也登了一些文章 就对这个选举法修改的意义 做了一些阐述 这个 当时是中国是这个 县区级 这个人民代表选举 是这种直接选举 省市级 那国家级 那都是间接选举了 只有这一级县区级 他当时 中国并不是全国所有地区 同时开展选举 他实际有先后 北京是安在最后 而在北京呢 他各个北京所属的各个区限 也不是同步进行 其中高校云集的海淀区是最后 安排到最后 我想当时 当局这么安排 大概他也怕 就是说 如果把北京放在前头 把高校云集大学生的地方放在前头 搞出什么 什么新点子出来了 别人都跟着学 所以干脆把你排到最后 你就不能 对对对 你就不能起到榜样作用 那事实上在那一年 我记得八零年暑假 我回成都探亲 那见到一些原来的同学朋友啊 都已经谈到 当时四川已经举行过了 那四川大学啊 在当年重庆的什么 西南师范学院呢 很多都已经在搞竞选了 搞得还都挺热闹 有些出来竞选人 还是我原来认识的朋友啊 那后来 上海也有个选举 上海的复旦大学 当时也选出了这个徐邦泰 新闻系的徐邦泰 还有一个叫孙德伟的 选上两个代表 徐邦泰选上了吗 对选上了 选上了 他复旦大学也是一个区 上海的某个区 对对对 他是复旦大学 他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 他们那次选举 中国新鲜报还有报道 所以当时整个形式是 反正对这个选举 对这个 包括对竞选这种形式 都还是有相当的鼓励 当然主要是大学生 工人也有 你像在上海的这个傅申旗 他当时是个工人 他就出来竞选过 还有在北京的那个何德普 后来跟徐勇丽他们 扎减过他们一起搞民主党的 那个何德普 当然他也是个工厂的工人 他也在他那个工厂 这个毛翠之间竞选过 嗯 那么 这北京呢 是我记得是9月 啊 开学了我回到北大 有一天 啊 这个 陈子明 带着一批朋友 就来找我 我们一块出去聊 呃 当时有陈子明 有王君涛 有李盛平 还有原来北京支持那个叫敏奇的 啊 能等于好几个人 啊 当时就谈到啊 啊 他们就注意到啊 马上就要在北京地区进行这种 去人民代表选举 呃 说呢 我们就希望这个 我们这批人能够站出来选举 嗯 因为这个用现代话讲也是个平台啊 啊 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个李盛平 他是北大一分校 你也说 就他 在北大一分校出来竞选 那北大呢 怎么大家就推这个王君涛 出来这个竞选 呃 另外还有陈子明当时在科学院研究生院 他会在科学院 另外他的妹妹 陈子华 当时在北京商学院 还有 我们沃土的这个江 主编江洪他的弟弟叫江渝 在人民大学啊 所以我们这一帮就是民主强的一帮朋友们 就是相约好啊 这这次选举的 大家能够跳出来啊 讲讲话啊 尤其是其中很多人 包括小王君涛啊 陈子明啊 那还是从民 从四五运动就参加了的 那么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强 一直到这个 学生竞选 1976年的四五运动 1940年的那个天安门运动 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安排 最初呢 我都没有想到我要出来竞选 都是 最初想到我们就是给王君涛 等于当他的竞选班子 给他提供炮弹 就提供各种文章 后来等到快开始了 北大的快要开始了 后来一看到 学生选区有两个名额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那我也出来选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比较有把握的 这样怎么才出来 才搬出来竞选的 那么有一天就是 然后 还没有开始选举 头一天 头两天 那各个选民小组 现在一块开会 那我们选民小组嘛 就是 研究生班的一些同学嘛 大家坐在一起 就说要选去说可以毛岁自建 打得很日子 还没我 还没等我自己开口 那我们同学先说了 你出来选吧 你出来选吧 那我当然要试试推舟 我说好好好 我出来选 所以当然 那我们的选民小组 当然都 都 都 都复议 所以我们 当然就成了这个所谓候选人 嗯 当然北大各种方式的 这种候选人 大概有个 将近三十个 就是三十个 只是有些呢 就是 冒了个炮一会儿 就 没声音了 就算了 对不对 嗯 当时 还没有 正式选举的日期 还没开始 大概前两天 北大的三角第一弹 就 就出了三份竞选宣言了 一份是 这个 王俊涛的 另外一份是 国政系的房志远 就是后来这个丁楚 他的 他原来 他来自广州嘛 他跟广州的民间看过 人民之路的那些 也有相当的联系 也算是 参加民主 和民主党有关联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是 经济系的下身 这三个人就贴出竞选宣言 那里来都是气势不凡 都是谈天下大事 所以使得 北大的这个 这个选举活动 一下子就来的就是 来的就是 很高大上 很高大上 这个也 这个也电了北大 好像水国回忆那样 对对对 这个也电了这个 北大选举和不同 其他的学校的 尤其是不同以前 以前那些很多时候 也在竞选 但是竞选嘛 都是你 你竞选区域人民代表 你都围绕区域人民代表的职责 大家讨论问题嘛 你学什么 当然什么食堂问题啦 什么 朱学金问题啦 朱子的这么些 这些 所谓学生的切身厉害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 其他地方其内选举 已经就有很多东西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 提出一些很高大上的问题 那北大的一开始 他们三个一出手 就把整个戏盘就烘沟起来了 所以到北大后来竞选中间的时候 就所谓分成两派嘛 就被称为 一派叫务虚派 一派叫务实派 务实派 他就说 这我们又不是选国会议员呢 你扯那些是干嘛呢 对 另外一派呢 就不管 我们就是扯那些 当然结构是 那始终是 务虚派是占上风 大家就这个感兴趣 那个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在我竞选宣言里也写到嘛 我说你在这么一个大国 而且又是中央集权的国家 一个区区域 区人民代表实在太无足轻重 人们不会有兴趣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公共论坛 通过这个公共论坛呢 我们可以这个 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表达我们自己的愿望 说我们这一代人 已经被 这个我们的声音 已经是被压制的太久了 该我们说话了 所以这些 正这一点呢 我想是 大家的所有同学 一个共同的心声 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你想大家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想法 而且都经过文革那一代 很多很多的想法 被这一代 被称为思考的一代嘛 但是他没有没有表达的机会 那么所以他们 都把这个竞选 实际上是当成这个 表达自己对各种 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 你看后来 北大竞选整了一个材料 你看 不要说竞选 人提出的主张见解 都是这些国家大事 包括举行各种答辩会 那同学们 弟子调查问的问题 也几乎全部是这些大事情 没有人问你这些什么 一个区人民代表应该问的事 但是整个 整个当然是 是这么个情况 我想他当时最主要一点呢 就是 当然我作为北大 北大的搞得很热闹 一来是参加竞选的人特别多 你像王君涛当时就很出名了 那技术物理系的学生 原来素不得英雄 而且那时候就是 团中央候补委员了 那比什么 有一些江湖传说 说他的寝室门口 很多女孩子等他爬在去 被他接近是真的假的 那肯定是夸张气质了 对 他当然主要竞选之后 原来在竞选之前 毕竟他这个 大家活那个活跃的这个空间小嘛 他竞选之后当然 我想他当然肯定是很受大家欢迎 很受大家瞩目 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呢也因此呢 也特别有很多同学 对他不服气的也多 他之所以他票没得够 很多人就对他不服气 觉得你才二十多 一小子怎么那么牛气 是吧 一看人家的履历 那无懈可及 是吧 一生气就不投了 对 就不投了 所以我这 能得到很多选吗 其中的原因就是 我算研究生啊 那本科生觉得那是比我们 比我们高一本的 对吧 年纪也大一点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那种不服气的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这个是你是开启了啊 对 最关键的还是你们 后来表现在这个变人方面 对 对 你的变才是 是远远压过了 这个不能说远远嘛 对 就是压过了一些 其他的这个这个候选人 当然该如何写的竞选宣言 大家就是 因为我出来的比较晚 已经十几个人出来了 我写的竞选宣言呢 那些大概是 这文字风格上 和他大家见惯的那 完全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 文化革命那些 标语口号啊 东东革命宣言啊 生病啊 那些都见了太多了 那些的文字 都完全和那个不一样 所以很吸引大家注意 而且我也把这次选举的这个 重要意义 把它就是点得很清楚 就像我刚才谈到 是吧 虽然是一次无关重要的选举 但是它是我们一个平台 发出我们的声音 而且通过这个 可以清清楚楚的 向世人传达出来 中国的年轻一代 他们希望的是什么 反对的是什么 赞成的是什么 说它就代表中国政治的未来 然后特别在北大呢 我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呢 我说你看 我说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 但是我们在一个不平常的地方 那六十年前 那也就 因为现在是八零年吧 六十年就五四了 就六十年前 你想一想也不是那么遥远 你看我们现在讲起来四十年 四十年 你那是不是 对啊 那是谈六十年那是 那谈是 那是盘国开天的日子 是啊 我说六十年前的一声呐喊 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 也像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质问 说你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这点你想 他很多人 特别北大的学生 他本来当然考上北大就很骄傲 另外他也会 当你在这个地方 你也会有种 加持你的责任感 你觉得你 你知道你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你就应该 愿意在这个地方 表现到就更好一点 就愿意把更好的自己 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人有时候他自暴自欺 就是什么 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点 他觉得反正谁也不在乎我 我干嘛要那么好好呢 反过来的一些人 并不怎么样的人 把他摆在个重要位置上 哎 把人家把他当个人物 他就要做出人物的样子 所以他就会做出 做的是 哎 做些事就会做得比较高 对 在心里来讲 有人说嘛 你看 人家好像跟我们一样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当他发了财 就是一个大老板的样子 对 他当了官就是一个官样子 他成为知名学者 就是一个知名学者的样子 是的 是的 他那一向他学生 就是你在那个位置 你在北一大 那大家都换起这种 这个 给那种感觉就是 历史在召唤我们 是吧 当然这是 这则大家共同的感觉 所以这些地方当然 而且呢 我江学院也特别 谈到一点啊 就是说 我中国的自由民主 争取了那么一百多年 那曾经多少次 我们看到都已经 好像不可逆转 但是呢 到头来呢 一阵风吹过来 到头来 什么都 已经有的成绩 都荡然无存 所以这些当然 对于这些 多少有点阅历的人 当然就 大家都共同的感受 所以这些地方 我想他 恐怕是 比较吸引 这个一般同学 包括一些 肯思考同学的 这个关注 我强的就是 我说选举 也不是说 发表我们的理想国的 心中的理想国 而是这个政治上 最重要的是 不是说我们要说什么 而是我们要先说什么 要先做什么 我就举个下围棋的例子 我说你要做 要做上两个眼 让他 有盘先生他活了才行 所以我谈 我这个竞选宣言的 就谈了这个 一个是竞选这种方式 虽然是 虽然现在这个选举 去人民代表无足行众 但是竞选这种方式 非常重要 要让这种方式 深入人心 另外呢 就是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这两个眼儿做好了 那你民主就走上这个 不归路了 就不会 当时竞选宣言 就主要闯明这个意思 然后后来嘛 就是 那当然就是 这个参与的同学非常多了 除了大字报这些 大家都去看 嗯 另外呢 就开始有很多 各种各种 这个讲演会 讲演活动 还有很多同学呢 呃 就自发的 组织起了各种 所谓竞选班子 呃 你说来也很有趣啊 呃 这些都是无视自通的 人家所有的这些学生 以前谁 参加过竞选 没有一个人参加过 而且没有一个人见过 对 没有人见过 连电影里看都没有 都没有这种 啊 但是到时候大家都无视从 知道该怎么做啊 搞的像不像样的 竞选班的 组织好好的 而北大还有 还搞了几个四个媒体 啊 中文系的历史系的法律系啊 就整个出个强暴似的 嗯 定期给你出个强暴 啊 然后 还记得等于 强暴是黑板报 还是用纸写上去的 大字报 大字报写的 写的 就是用纸写好 贴上去的 嗯 啊 啊 观察各种动态 对动态的分析啦 还要对这些候选人的采访啊 还要一些 呃 民意调查呀 搞得像不像样的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齐全 啊 所以 然后他们就开始搞这个大便会 先是在学生大食堂 后来就挪到这个办公楼里上了 办公楼里上当然更合适点嘛 是吧 啊 啊 那北大校党委当然也 也还相当 相当慷慨 相当 相当支持啊 因为要是党 党委不同意 那你也没办法 呃 在北大那个 呃 呃 对不起 在北大办公楼里上 就举行了好几场讲演 包括我在内 都举行了两场讲演 就是我们导播看看那个 那个照片 有几张照片 对 是 你看 对 对 对对 这个办公楼里上 那台子上他都挤满了人嘛 所以都没地方坐了嘛 对 坐在那个地方的讲话就是你了 对对 还有一张照片是从 背影照过去的 你看 对对对 你看 哇 很恐怖啊 是进不去嘛 你根本进不去嘛 那是呃 对 十一月份你想 对 又天都比较凉了 那很多同学 那从 远处赶来的 根本就 这个提前半个小时之前 就进不了门了 对 嗯 那个时候什么时候的 演讲会啊 活动啊都有这种感觉 对对 经常是集码 不仅是你 你们进学 对吧 是的是的 比较某个演讲 对对对 对对 都是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是咱们那种 那种求知的欲望 呃 非常强 各种比较新鲜的 呃 比较新潮的一些讲话 呃 都特别吸引人这个关注 你就想民主墙就看得出来吗 那么一个破墙 那大字报写的歪歪倒倒的一些字 呃 呃 你想看得多累啊 对 那居然就为者如堵 而且始终那么多人 很多人到北京去 专门就要去看民主墙的 嗯 你想看 所以条件是那么长 要不是有那么高的热情的这些观众 他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成绩为运动 对 就那么一个就那么 就那么一百米不到的一堵墙 嗯 呃 贴贴的那大字报 而且那大字报 日善雨淋 你还没贴完 也许有了就让风给吹了 给刮了 有的你刚刚贴上去 有人就跟你又贴到上面去 对啊 对啊 而且有的很乱 有的也不是说真的好文章 上访的 在那瞎写巴写的 什么都有 对 你想在那种情况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认真的热心的这些读者 他根本不可能成绩了一个事情 而且很有意思 有的就真的这个地方抄下来 对对 那年倒可怜啊 没有网络嘛 所以你要说中国 如果说一说茉莉花革命 这个互联网起了多大作用 那中 你要是 要如果是 79年80年中国就互联 那早翻天了 早翻天了 那 因为中国人压抑的那种政治热情 压抑的太长压抑的太深 他一旦有了表达的机会 那是势不可难的 所以北大他当时竟然 就是 在这点上 你看长达一个月 之久 那几乎是所有学生的 这是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管在食堂里 回到宿舍里 那都是在谈这些 我们一般都知道 在西方进选都需要钱嘛 需要组织嘛 需要义工嘛 那你们做这个活动 当然是 反正是食堂啊 或者是教室都不要钱 但是你至少也有人组织啊 是 对吧 只要有一个音响啊 或者有人要为之治癌啊 对 你外人多了 出来问题怎么办 那你是不是当时组织了一个什么班子 都每个都算有点竞选团队竞选班子 那我的呢 主要是些本科生自高奉行 跑来找你到宿舍来来找你 那研究生里头 虽然开始就那么多人复议 然后很多就担高餐 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研究生都是担高餐的 没人给你打 不是做这些具体事儿 就是本科生特热心 各个系的都有 跑来跟你说 我能做点什么 我能做点什么 给你帮帮帮帮这个 从您家伙从贴大字报 到开会间准备麦克风 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 因为当时他那个 那时候找一个麦克风他不应用 那当然不容易 所以他就是提供了大礼堂 办公室礼堂 这是很好的一个条件 因为你在大食堂里头 他一般就没有影响设备 当然大食堂里头 他还是因为他 房间空间比较有限嘛 你声音大点 别人还是能听得见 另外我都开始 我都参加好几次 在宿舍楼里头 在宿舍楼上梯 楼梯附近 那不是一块空地吗 等于到那儿 搭个凳子上了一层 然后就围满了 就围满了同学 有时候就在那个 宿舍楼的门口 讲话 也许开始还不是讲演的 杨爸爸围起来 就变成讲话 就变成讲 然后就人给滴椅子 滴椅子 夹起站上去 就正讲演了 但是比较正规的呢 就是在办公室礼堂 举行的这个 这个讲演是相当正规的 大概在办公室礼堂 举行了好几场 王宁钢啊 什么张伟啊 我都在办公室礼堂 好几个都在办公室礼堂举行过 另外最后快 你们开始都是进行个人的演讲 对 就是各讲各的 各讲各的 各讲各的 呃 所以那是大家非常君子啊 就是 那你各讲各的每一次讲多长时间呢 呃 那讲那个人情况不一样 反正我那两次答辩会 大概都两个多小时吧 就下面有人提问 开始你讲一下 对先讲 然后大家就提问题 对 提的问题是不是 你觉得有些问题 你很难回答 呃 当然会有提这些问题的 你都说过这些问题 你要答了 你就把 明儿就把你抓进去了 就是听那些问题 所以那同学也很挑剔啊 那敏感问题你要不答 哪人瞧不起眼 你要真照他呢 一无一无一无 你肯定就把你抓进去了 所以这样是 你还要 但是那个时候你们 你还是有一点警惕的意识 就是不要让自己被抓进去 那个当然大家都有的 都知道 而且都知道这些条子 根本就是害你的 是吧 但是表现是说那种关心嘛 对不对 尤其是他他自己不上台的 对 而且他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提问都是D条子 你也不知道谁写的 对对对 如果像现在就是我出来提个问 那我就比较反动 大家知道吧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对 都是D条子 当然旁边一个主持会的人 他要整理一大堆 好那堆满了 都念不完的 都都念不完的 当然对于这些 我们毕竟都有 也算是思考了很多次 所以一般还都能达得比较得体 达得让那些提的问的同学 也觉得也还觉得很不错 因为 所以时不时都有鼓掌 对 另外呢 你上次呢 你要想一下 也抓不出什么把柄 就是这种 这种问题还很多 提了很多 很重的这个敏感 乃至于当时 正在就是审判私人帮嘛 那时候正在审判私人帮 那很多人同意就提这个审判私人帮 你还记得吗 有几个问题你还记得 我记得啊 你讲一讲 他这个书里都收的有嘛 对 那提的就是说 你这个审判 你这个审判 你这个不合掌法 不合程序啊 然后说 王滬文怎么样 跑到哪儿去去见毛主席 去这个 这个 去告周总理 成杀 对 说人家党装副主席 找主席讲话 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嗯 那他们就是很多 很多人都从形式上 从程序上看问题 你那什么 本来就是个笑话嘛 对不对 这是个政治审判嘛 你现在大家有点 法律常识的 都觉得那个什么 本身就不像样子嘛 所以当时 当然你想 那些很多 都提的很明显 而这问题 都是非常尖锐的 那你怎么回答呢 你还记得吗 有些我记不得了 有些我记不得了 因为我谈言论主席 他们对言论主席 但是我第二场讲 你谈法治 社会民主法治的问题 第二场讲 这种问题也提的不少 我记得 我都记不得 大体上我觉得 对不对 同样还都是 还都是很满 还都是比较满意的 嗯 那你们进行了 几次格德格的演讲以后 什么时候又开始这个 辩论 嗯 辩论 没有什么太多辩论 就是有一些人 嗯 比如王君涛曾经提出 一个观点 就让毛泽东 不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 是个受马克思主义 启发的 伟大的这个 这个农民革命家 啊 这块呢 其实看来 现在也不算喊动 是吧 但是当时觉得 那有些人觉得 那你怎么 你要否定毛泽东 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也得了 这个写大字报跟他辩论 啊 那我谈言论主席 也跟我辩论的 说你这个 就是资产阶级的言论主席嘛 啊 你的就是这个 英国那个 穆勒 就是中国又翻成米尔 说你就是那个 米尔的这个 论自由的翻版嘛 啊 因为这这都是 我们同学写的 我们研究生同学写的 一化名写的 啊 那你知道是谁 我知道知道 他是故意盗你 还是他真的思想不一样 不是不是 他真是那种思想 嗯 对 因为在旋律一开始 啊 一看我们一定要相议 那在同学中间就分化了 啊 那观点不能有分化 而有的人就是思想比较保 就觉得我们是 太自由化了 觉得我们思想太有太有问题了 嗯 所以就 底下 我也不知道这个 校方是不是有人 在背后做什么小动作 这我我我我没有证据是吧 嗯 就就有化名 就就攻击 这些东西 上纲上线了 就攻击了 就有的 嗯 那当然有些同学 那些 你也看了不计 啊 铁带都要替你辩护 另外这中间呢 还免不了出了一些 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 谁谁谁要找到 谁谁谁要 谁谁要怎么样了 人家说 谁谁跟谁有阴谋了 这种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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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事呢 当时都一般传的不太开 而且那个西方上的选举呢 都没有什么个人是个人的攻击 嗯 这当然第一 大家都出此选举 特别纯洁 所以就是 嗯 就是那种事 对 而且那个东西搞得不好嘛 大家觉得不好啊 是啊 嗯 另外呢 就是大家都是同学生 都整个人住在一块 啊 那个 那个 密度那么高 所以就没什么隐私可言 反过来那就是 你要接人隐私也没得可接 你接人没人信嘛 不整在一块的嘛 对不对啊 24小时都在 你说怎么怎么着了 这些人就不可能相信了 对不对 你的造谣能够起来 就是大家离得远 对 要光文齐名 是吧 说你怎么这么 别人不知道 就半信半疑 你这个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它也造不成什么影响 所以你要说这个 如果一个社区 它越小越集中 它就会比较有道德 因为人们对道德 是从日常生活中 很具体的 直接的接触中感受到的 你远了呢 你就只有听宣传 宣传就是作秀 就可以欺骗 好人可以说成坏人 坏人可以装成好人 当然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 一个环境之下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就不是问题 所以当时参政权 它有这么个好处 所以个人工具非常少 都是就事论的 争了一些大问题 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 不但点货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明镜news.com 推特 明镜news 文字幕称